鲁水豆腐不要切 用手掰成小块 这样更容易入味 海栗子肉洗净待用 先将豆腐煮15分钟左右 去掉豆腥器 做出来豆腐会更润 重新起锅 砂锅里边加上清汤 料酒 盐和穿过的豆腐 用慢火炖大概15分钟 然后加入这个粒肉 放上葱姜丝 待粒肉稍微收紧煮熟的时候 配上香菜淋上香油 这道菜是一种交通的家常菜 要想做好注意 先去掉这个豆腥器 煮豆腐 这样出来的豆腐和海栗子 才更鲜嫩可口 学做卤菜 会吃卤菜 我是陈伟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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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